LAYO 了世纪天天的节目声音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来看阿兹特克人对上波西米亚人 这场比赛是天梯的阿朗地图 先来看一下大约出城点位 9点钟方向的阿兹特克人MBL 它的文明特性呢 是村民的资源的携带量 开局就是加3 所以可以看到这边实物可以到13个 才会放到城镇中心里面 所以一开始经济就算是一个不错的开局 那阿兹特克人的森里 每点一次科技的时候可以加5滴血 到地龙时代科技叠满的时候 可以加到100滴血 非常可怕 那阿兹特克人也拥有8加9老鹰 点完金冠龙冠战争之后 就可以获得额外伤害加5的能力 所以后期老鹰的攻击力非常可怕 是加4才对不是加5 跟正像 那银罐可以增加战毛兵的射程跟攻击率 可以让自己的战毛变成帝王战毛的伤害非常的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波西米亚人 波西米亚人的特色是他的村民 可以因为生旅的宗教狂乐 还有神圣思想增加村民的血量 可以弄速度 而且他拥有免费的挖金挖石技术 所以一到封建时代很适合打工兵 那城堡时代打弩兵 接化学也是很ok的 毕竟化学波西米亚可以在城堡时代就研发 所以也可以点完化学之后再转火枪 还有骑士或枪兵都是很适合波西米亚城堡时代的打法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两边的地图 那这场比赛呢是MBL 对上这位派威念 这位09 我们叫09就好了 那这位选手呢 他的战机并不是这么的熟悉啊 但他最近呢偶尔也会在我的RP里面出现啊 那这场比赛我觉得蛮有趣的 两边都是森旅文明啊 而且都是森旅特化文明 那波西米亚人森旅是特别的地方啊 帝王时代点不太改革哦 就不需要黄金哦 只需要肉 就可以研发科技跟制造森旅哦 所以到了后期两边都有机会打一个森旅对战哦 但是阿拉伯森旅战来说是非常少见的哦 基本上会出现森旅战只有这种快攻地图哦 那例如什么要塞啊 竞技场之类的地方哦 比较会容易打出森旅战哦 那阿拉伯来说还是正常开局哦 会比较适合 好那现在MBL点下了封建时代 波西米亚这边也点下了 两边都没有投资部 很正常的一个开局 那目前看起来阿兹特人打法还是要偏向打这个步兵路线哦 呃他的步兵路线比较强哦 步兵路线没有三级的工兵铠甲也没有拇指黄 那防止来说战毛兵还是可以用的 毕竟有这个帝王战毛 直毛器的科技加成 整体来说阿兹特克也是南美文明里面老鹰爆最强的文明哦 因为他的均匀工作效率很快 所以打老鹰爆威力其实蛮强大的 好这边再拖均匀的建造时间 好继续围 这只村民可能会被抓 要抓吗 不敢抓 想想还是算了 枪兵拉过来防守 好 盖完军之后没有补射箭场 而是先选择了维家 然后撒农田家里围死 MBL看来是要直接走一个 直层阿 老鹰爆直层 诶这个城门没有盖好 尴尬了 这个房子没敲下去 直接被溜了进来 这样被溜进来就很麻烦了 好 有东西一直在家里烙 烙到你心里发寒 很麻烦 好 左边这里就很围好 好 这里刚刚被看到 所以把自己给围起来 枪兵过来救一下 戳到了一枪 这里肉马要小心 不要被围起来 这里要补城门吗 好没有补城门 刚刚这里可以补城门的 这里插一根城门出来 这里再补一根 就可以了 这里可以用黄金的村民 加上孟雀的村民 直接快速插下 好 但这边决定不离家里的三只肉马 决定出门 看一下对手在干嘛 好 Pushima这边好像也是想要直层 已经开始挖金矿了 那目前看起来 MBL 是要走工兵路线 好 开始产工兵了 好 现在Pushima工兵路线 已经开始慢慢在产 好 黄金普到了八个人 工兵有在暗的关系 村民不能直步五个 哎 这一村有机会哦 围起来 哇MBL这个手术 高速围起 好 这里再找机会 把村民给拿下 但是应该是没机会了 村民顺利的回家 好 这里直接用村民打 想拿一村 顺利拿下 MBL最后还是被拿掉了一村 但是Pushima也被拿下了一村 好 那Pushima这边高速点下了城堡塞 要转战车吗 这边也可以考虑打战车 挖石头的话 让挖石头伤经济 大家 对于我们频道很了解的观众们 应该也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Pushima这边可能是要走经济型的打法 所以不挖石头 待会可能会直接上3TC 或者是前压 这个伸头 是可以考虑的 或是先下个大学转火枪 也是可以预期的范围内 但是现在工兵这么多 大家还是会先升个奴兵 然后配骑士 也是OK 感觉Pushima这边打法是比较正规打法 好 看一下这一段变身打得如何 好 来了 工兵现在两边 回去就怎么处理呢 二级射奴兵升级 还有10秒钟 MBL这边要直接打咯 要趁还没变身之前 但突然变身了 那这个木墙还是有机会可以摸掉 好 工兵打奴兵 距离够近 还是能换得掉 但是老鹰先被换掉了 现在城堡时代还有30秒的时间 应该用了一些工兵争取一下时间 大家可以争取个10秒左右 不用时代还有10秒 紧张了紧张了 Pushima终于打破了这个房子 二级伐木点下 还有开了一个城镇中心 果然还是比较偏经济型的打法 好 好 现在二级射 奴兵 哦 这个走动 好 村民已经往后拉了 枪兵 过来 要小心 但是工兵是升级在家里 并没有出去 可能觉得这波工兵家里不防守 会炸裂 NBL这边防守观念非常OK 但是这只工兵出去也没差六四了 因为他的毛兵也确实嚇阻到了对手 但如果对手没被嚇阻的话 直接杀进来 NBL可能会爆炸六四了 所以他留在家里也是对的 好 战毛兵升级稍微慢了一些 看来战毛可以收掉这一坨工兵 这一坨工兵并没有抓到六百村民 已经升级好 哇 工兵已经开始被围杀 战毛兵原地低打高 轻松输出 好 吃掉剩下的奴兵 好 下面的肉马也被解决掉了 复了一个城镇中心 好 复兴命果然3TC开农 工兵路线也是继续待稍微铲一下 那现在如果NBL转战毛的话 这里就可以开始挖石头了 那这里挖石头的话 待会再转出这个波西米亚战车 那这个战毛兵也是很好用的单位 甚至待会如果阿兹转老鹰的话 也可以转火枪哦 所以波西米亚打阿兹也算是好打 克制的方法也算是多 但是阿兹在前期的经济通常会比较好 好 这里砸到了一发 NBL这波骚扰 应该是要被逼退了 好 上面工兵走了过来 但是门口已经堵死 现在NBL没有打算前压 战毛兵在家里补个血 好 工兵看起来没有办法做到任何的事情 再往下走就要遇到战毛兵 所以应该不会打起来 看到赵马就会退 OK 马上就退了 哇 这个反应很快阿 好 波西米亚现在要赶快 更多的村民 现在村民处已经领先了 领先大约 十...四村左右 好 果然挖出一根城堡 把城堡放在了主经的位置 待会要来转波西米亚战车了 阿兹特克二级伐木点下 宗教狂乐跟神圣思想 中金补了 好 现在3TC 哦 有点危险 这只僧侣会被点掉 还好赶快收进去 来了 这波包夾 MBL会包的如何呢 投车第一发 想要打枪兵 枪兵第一时间戳到了投石车 投石车被工兵们集火之后 开始往前贴近 工兵 工兵这波直接被吃光 没有想要讨的意思 这波夹杀MBL 完美 收工 但是波西米亚已经点下帝王时代了 3TC 素帝王 但是这个也没多素 到93村了 通常还可以再更快一点 阿兹特克 现在臭命数字77村 也差不多快要可以点帝王时代了 前面呢打到不算多 好 这边再秀一下 按了一台战车 好 想要过来盖城堡 这根堡应该难盖咯 战车是完全打不赢的 好 现在波西米亚抓到你开城堡 那你势必会一直想要敲下去 直接站在高地跟你对打 哇 战车可满法 哦 有没有点救赎思想 没有 好 刚讲完就点了 救赎思想赶快补 在毛病打战车 基本上没什么伤害 好 点掉村民 好 没有偷吃车来砸生驴了 但生驴现在没有反击的能力 好 城堡 桌弓士敲好了 先按了几只暴泳士 暴泳士应该是要来抓头子车 好 过来了 过来是来抓头车 一棒敲 生驴赶快走 回头招翔 第一打高 砸不死 临死之前 砸不出第二发 被招翔过去 免费 摆给一台头死车 好 佛西米亚 这边战车路线已经开始要成型 化学还有十秒钟 一上帝永时代 就可以按出火炮的文明 就只有佛西米亚了 还有这个免费化学的文明 好像是土耳其人吧 免费化学 好 佛西米亚人 这边点下了精锐胡斯派战车 还有强力护腕 走的还是偏弓箭手路线 好 但在阿拉伯 帝王时代 上去打战车的路线的人 其实没那么多 是觉得不太看好战车路线 战车路线对于 顶尖高手蛮说 太好针对了 这个移动速度太慢了 有点笨重 太容易被针对了 而且头死车 长个钟头也很好拆 好 但这边就是要来拼操作了 现在佛西米亚帝王直上机械化 连枪兵都不出 全出战车榴弹炮工程器 好 这边 机械化转型战矛 好 阿斯特克点下印刷技术 开始要来准备生驴招降战了 好 生驴放出来 想要招 两只火炮人 应该逃不掉了 这个射程是能招到的 好 果然直接改北 现赚500斤 回头打个一炮 巨头残血 好 它真的还有半条的血量 好 这个生驴走出来 应招的路线 很不错 好 现在佛西米亚人 也点下了三级的工兵铠甲 我已经点完攻击手的路线了 好 生驴CD完 再放出来 继续招 再招一只火炮 追得到 妈 追不到 好 应该是可以硬追了 但是会有风险 好 巨型投射机架出来了 现在阿兹特克只能用巨型投射机 稍微给点压力 好 火炮这里要小心 这个伤害值会有点高 拉了一些村民过来修理 战车4台 可以招得到 哇 招了3台 现在战毛兵出来 他打圣驴效果很好 圣驴的血量掉得有点快 圣驴没有走 全部倒地 MBL这波 阵地战 好像快打出了 对方的战毛兵也开始慢慢量产起来 做出应对 现在战毛兵对于MBL来说相当不利 直毛器现在也没有点 刚讲完就点了 但是点了直毛器也没有办法拿这些战车有什么皮条 还是要转头车 但转头车又要被火炮针对 对于MBL来说 最重要是要怎么扛住正面的战车 战车真的扛不住 哇 伤害太高了 僧侣现在数量明显不够 好 转出直毛器之后 手推车弹道穴 必须补下 战毛兵伤害只来到了3加5 8点伤害射程是9点 一般战毛兵只有8点跟7点伤害 加1加1其实很多 好 阿兹这边继续着想一下 再生率 点点看 好 现在没有办法 继续给到更多的压力 现在后面火炮 凯燥先拆除中间的城堡 MBL现在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反制 僧侣科技 还有神权政治 没有点 这个科技很重要 才可以让一群僧侣 招想完一次 只需要一个人休息 不然现在控制僧侣 还是需要一直一直控 才比较容易 招想成功 才不会全部进入CD时间 好 当然是点下了 神权凳子 好 火炮招到了一台 要不要赶快拉回家 两台火炮 哇 火炮获得 没有打算拿回去修理 哇 稀有的火炮 没有拿回来 欧西米亚这波机械化配战毛 打出了这波的身价 好 但是三驴还在继续着想 炮 战车全被招光的话 破西米亚其实也会很难受 好 但是帝王战毛的伤害 真的是太高 直帽器好像有点猛欸 开始慢慢打出一些 自己的优势咯 雖然攻速不快 但至少正面扛线 还算能扛了 好 用招想的战车 去反制巨型吐司机 搞定 但是破西米亚城堡 已经开始慢慢推进了 圣地战来说 破西米亚还是很优秀 油弹炮 待会再找个机会点下 好 现在生驴的数量越来越稳定 来到了十只 待会可以再补个草药治疗 好 跟这个忠诚信仰 前程 再加个十滴血 也不错 现在生驴的血量 已经来到一只 八十点的血量了 跟一只清骑兵品种的 血量是一样的 八十点 OK 那科技再继续点下去的话 喔 这个弹车怎么走进来的 但弹车很怕村民的伤害 直接手撕 好 生驴数量来到了十物资 你走机械化 那我就走生驴传教流 而且如果你要打战毛的话 你要确定你的射程能不能打赢我 或者是有直毛器的战毛兵 NBL这边的应对相当的正确 这个对局的转兵喔 确实是比较少见的 对方是战毛跟战车 还有榴弹炮 转生驴 是最佳姐 但是 还是要搭配战毛 战毛的用意 是要克制对方的战毛 所以我觉得NBL这把 关键有打出来了 除了走生驴之外 还有走战毛兵 战毛兵真的是 阿兹特克遇到这个打法的时候 很好的扛线前排 好 但现在冲车来了 生驴要解决这些冲车 不好解决 转个老鹰会比较快 好 现在两边战毛不丢 好 下方有点被打通 现在NBL黄金有点危险 下面这块冶金 没有办法挖干净 好 现在上方也被盖了一根城堡 这个石头也要被控制住了 好 现在开始工程 冲车来了 老鹰现在出关 好 赶快先把步兵台甲点上 差点顶到巨型头C 好 左边的战车全部置第一 生驴招枪搞定 冲车又来了 但是Pushimia并没有大冲车 只有装甲冲车而已 好 Pushimia 转兵 转出长剑兵 长剑兵打老鹰效果非常好 但是被招想也是有点麻烦 这边就要来拼手术了 到底是你长剑兵多 还是你手术过快 NBL要赌上自己的身价 来应对Pushimia的冰爆了 好 这里还点下了一端斜说 Pushimia这个大手笔 有没有点金冠 没有 直接花了一千斤 是我的话就想要点个Pushimia改革 再去点一端斜说 不然直接花一千斤 有点贵啊 好 选择退款 然后先点Pushimia改革 OK 看来他也知道这样不划算 没有Pushimia改革的文明 就直接用 待会再点一端也不迟 反正食物很快就可以爆出来 好 Pushimia改革点下了 现在要转圣旅站 Pushimia也没问题 NBL三台巨头 继续攻城当中 这一根城堡把被打喷出来了 好 城堡终于拿下 现在肉一点不太够 木头有点过多 打民兵系的话 最好是60片田 甚至70片田 会更好一点 才可以稳定爆出来 跟去点其他的后续科技 但是现在Pushimia已经完全断金了 零人挖金 前面的黄金消耗太凶 按了太多的战车跟火炮 所以现在黄金也不够 好 现在三房点下 这个是买对吧 哈哈 卖了400石头 跟 这个买卖有点看不太懂 可能刚刚有按错 好 这里可以用 升旅刀想建筑 NBL 开始 是 占星控前线的升旅 开始慢慢反推回去了 上方的 城堡 暂时 没有办法 去处理 好 这波来了 至低军营 大量的双手剑柄 来了 这波 MBL招翔好像有点慢 升旅坦在前面 很糟糕 赶快撤离 前线会比较好 MBL 这里前线还没有办法撤离完毕 升旅直接在前线倒地了一大堆 但是原地招翔 被困在了中间里面 一大堆的升旅聚集在一起 被双手剑柄一直拿剑 狂砍 但是砍的时间有够久 血量掉的并不是那么快 反而是被后面的战毛兵 给点光了双手剑柄 福西米亚在最后一波 双手剑柄爆之后 打出了GG 我们恭喜NBL 打下比赛的胜利 哇 这个就是直毛器战毛 伤害8点 打这个双手剑柄 一下还有3滴啊 太痛了太痛 阿茲特克的这个直毛器 其实不太常出现 但是真的要用它的时候 也确实真的很好用 好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 经济的部分 最后是由波西米亚拿下支援上的胜利 但是阿茲获得了5胜物 5胜物就意味着6胜物 快要7胜物 因为阿茲特克每减一个胜物 可以增加33%的黄金 这个感觉阿茲特克 NBL 这边打得这么绰绰 也是因为有5胜物的关系吧 好啦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了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我们下期再见咯 各位拜拜